今天继续谈养老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养老和买房 扯上关系 就一直不太明白什么叫养老房 也没有这个概念 只是听说 你在某一个地方养老 人家说你在某一个地方买房 就可以用来养老 就是 这个理论好像挺滑稽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养老 他就必须买房 他肯定不是 养老无非就是选择一个舒适的环境 选择一个新鲜 或者是自己能适应的一个场所 进行快乐的生活 你说你买了房 他就快乐了 我不认为是这样子 那国内买这种养老房的这个常说概念 就要追溯到很多很多年以前 一度把海南 称之为度假房 把云南称之为养老房 就是因为四季如春 或者是四季的这个环境 适宜人居住 他就可以以卖房的 或者是应该怎么说 就是把卖房这件事情 冠以一个定管子 这个定管子就是养老 我真不这么看 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养老和买房 它没关系 你适不适合居住的爽不爽 它是要有一段的这个时间沉淀 而且根据正常情况下 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一个看法 不管在任何一个年龄层次 原则上来说是三年一个变化 就三年里面 这三年你可能觉得这样是好的 但是过了三年以后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所以三年的一个心境变化 是 这个是生理现象 所以你说你去买一个房 放在身上 都不知道你要干嘛 然后 所以真的想来泰国生活 我们把养老这个词撇开 养老这个词太难听了 养老一般就会等死差不多 我觉得是因为有了大把空余的时间 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个 而且必须得是快乐的生活 所以和养老有什么关系 那既然要选择一个地方生活 你租房和买房的区别是什么 不懂 我真不太懂 就中国人有一个概念 买了一个房子 这房子就是自己的 跟什么秘密 这个叫什么来着 反正是自己的根本所在 然后如果是卖房的话 在很多三四级城市 属于大秘不道 这个我是有听我耳闻的 你把家里的 什么宅基地啊 祖屋都卖了 我靠你这个就属于不孝 将来肯定下地狱 被亲人从棺墓里爬起来 都要打死的那种 那么 我们先不论这个观点 是对是错 但是你说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陌生的国家 你买一套房居住 然后如果说一旦出现 你不想待了 不想要了 或者出现一些其他的意外 这个时候你要把资产变现 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应该这么说 就是你们现在在追求 减漏价 或者是买到一套 自己心里的房子 觉得特别划算 特别占便宜 然后呢 我们就按这个时间节点 好吧 就你现在买了一套房子 你觉得特别便宜 因为低于市场价 低于市场价100万200万 然后你捡到 被你拿到了 然后你买了 很开心 花心思去装修 或者是花心思去布置 然后你有了一个 很可爱的 温馨的一个家 其实我认为 在你布置和装修的时候 这个过程 是每一个人买房之后的一种 附带的享受 就是就像我每年会换车一样 就我买了一辆新车 然后我就去改装 当然我不改信你 对吧 我只改外观 就改到不能改为止 我觉得非常满意 然后突然有一天 这种欲望没有了 就这辆车对我来说 啥都不是 于是我就会卖掉 然后再买一辆新车 然后再根据这个车身 不管是颜色结构也好 再去进行改装 涂装 然后连续好几年 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其实我在改装的过程当中 我很快乐 花了钱享受那种快乐 但真的完成了 他也就厌我 所以 我觉得买房人 就买完房之后的一个心态 其实和这个差也差不太多 对吧 好我们回到刚才我说的 就是假设你现在捡了一套路 远低于市场价格你捡完了 那我相信每一个人买了房之后 99.99% 每一个人买了房之后 都会觉得这套房子自己特别喜欢 因为你不喜欢你不可能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买房的这个举动 因为买房是属于冲动性消费 就是在你付款决定买之后 你是有理由相信自己捡到的是一套宝贝 是一套非常超值的一套房子 对吧 就各种性价比各种高 就每个人都会有 这个没办法 这是人性 当然了 当你买完房 我一直在和私信的朋友聊 就是比如有人会问我 我买了一套房 或者是在什么东区买了两套别墅 问我感觉怎么样 让我给个评价 我一般回复的就是买都买了 我们就不做评价 因为如果真的能被你捡到漏的房 基本也不叫捡 对吧 如果我是一个卖房子的 我看到一个大便宜 我才多少钱吗 我大不了买了吗 我先把定金一交买 然后挂在网上慢慢卖 是不是 所以被你捡到的 真的是捡漏的房吗 当然不是对吧 然后即便是被你捡漏了 拿2020年那帮买房的人来说 他们在买房的时候 疫情了捡漏了 全世界都各种超级等等 你再来看2021年 4 5月份以后的汇率 对吧 把公汇率亏的20%到25% 这个是明面上亏的 这个是一个例子 那再有呢 就哪怕16年17年18年19年 这几年里面 那些人买的房子 有百分之多少是赚到钱的 就是比如一百万买来 一百五十万跑掉 涨百分之五十 也没有 他没有 然后有人说 这个涨幅也不可能那么高啊 但是中介说的是 每年涨幅超过百分之十 每年涨幅超过百分之十 其实1617年那帮人买房 无非赚的就是一个贵 就是因为最低的时候 4.2 买房的第一批 国人在泰国买房的人 基本上汇率最高的能达到5.7 5.5 对吧 然后一路跌下来跌到4.2 那4.2抛掉是同价格 抛掉的情况下 光靠汇率就赚了不少钱 但房子价值呢 没有够 更不要说1819年那帮人 买完房子 我的区域里 有几个人买了 不管是网红公寓的base也好 还是买了别墅也好 第一 他们买在高位 19年那个价格是一个高位 第二 汇率不好 第三 疫情 就是抗风险 抗跌吗 不抗跌的 但是他们在买的时候 多扭批 新房 base是一个新房 没有人入住 20多层 市场价大概430万代注 他405万捡到的 就差5万人一满其实 然后他觉得很赚 但事实上 看上去的确挺漂亮的 而且租金是达到18000代注 按当时的汇率也要 多少的4000 4000块钱人民币左右来 到手大概3000人民币 就这样的一个年化收入率 超过 大概在4左右 他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事实上 事实上没用 疫情一来了 一个大跌 哭都来不及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买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想的是什么 就是当你真的急用钱的时候 你 肯定需要 挂一个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 来吸引别人来接你的盘 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 哪怕就是 太平顺势 但是由于你 经济危机 需要抛售房产 那你肯定需要 挂远低于市场价格的 出去 让别人来接盘 那你可以把它 理解为 你的生活中出现了一次 疫情 导致你要降价处理房子 对吧 那这个时候再来判断 你当时的那个减后 真的是减后 就有时候人有点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点想不太明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 就是道理说出去 大家都明白 但是真的在做的时候 就没办法客观地去分析 只会就是乐视 而我刚才说的这些主动 比如说天天在网上找 检购房啊等等 这些是属于有 专业精神的 就是在买房 这里面是属于优秀的 为什么属于优秀的呢 他们是去看市场的 他们是了解市场的 就是 说出来的所有的房源 优缺点好坏 头头是道 肯定比我专业多了 比我这种人专业的太多 所以这方人是属于优秀的 更不要说有更大一部分 就是和我自己聊的 就连巴提亚是个什么东西 都没搞清楚的 就要买房了 就是你给他们去说地理位置 不知道的 完全不知道 这对一个来都没来过 完全一无所知的人 别人说这个地方好 他就要这个地方搞一套 也不知道是钱多烧的 反正我总结下来 就是有钱人的世界 我不太懂 然后就这两部分 组成了接盘大军 在那些充斥着 广年的广告里面 充斥着那种 给你铺垫一个 美好的未来 画一个很好的蓝图 让你去买房 最终目的无非就是 赚你一些佣金提成 我还真不信什么 我帮你捡这套房是为了你好 为了你将来生活有品质 你帮帮忙操 一分钱赚不了的话 他会帮你跑 这样的事情 不可能了 需要道理 所以清醒一下 总结一下 养老和买房没关系 第二 捡漏房 它就不存在 只存在 就是一份价钱一份货 你永远相信这一点就可以了 什么今天被你捡到一套 怎么样的 我都不想说 好了 这个是 去上一个视频之后的 第二个视频 又说了一堆 让别人讨厌的话 然后呢 你们自己也 摸着良心 扪心自问 都四五十岁的人了 你到底懂不懂房 就比我懂多少 你如果 就是还没有我懂房 你凭什么能捡到我 而我到现在还没捡 是因为我钱比你少 还是怎么样 不懂 拜拜